大家好,醫生怨利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集有我Karen和Dr.Tan和大家主持節目 Dr.Tan你好 你好,世文 我們今集的主題就是醫學人 顧名思義我們會邀請一些醫學界有意思的人物 和大家分享一些從醫路上的心路歷程 Karen,其實我們之前也訪問過不少的醫學人 我自己雖然是醫生 但我覺得可以和一些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醫學人 去聊天、去分享對我真是獲益良多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醫學的發展 或者為什麼有些事情是會這樣的 我在醫書上好像未必會看得到 但跟他們聊天透過一些訪問我真是獲益良多 我就更加是 而且尤其是跟醫生聊天 可以知道他們的成長或者心路歷程 甚至乎最好聽的是和病人之間的一些難忘故事 令我最大的得著就是要珍惜生命、珍惜健康 不知道今集的醫學人 又會和大家分享一個什麼動人故事呢? 現任香港移科醫學會會長葉柏強醫生 2009年加入香港大學醫學院 當年來從事臨床工作 又培訓醫科學生和進行兒童腦部發展研究 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 葉柏強醫生加入前線抗疫工作 協助醫治確診和重症的兒童個案 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 他更加參與協助社區疫苗接種工作 為守護兒童健康成長出一分力 站在抗疫最前線 葉柏強醫生有什麼難忘經歷和得著呢? 好,歡迎今集的嘉賓葉柏強醫生 Patrick,Patrick你好 大家好 你好Patrick 葉醫生就是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臨床副教授 也是現任香港移科醫學會會會長的 是的,我記得我其實也在這個部門 做過移科醫生的Patrick 是嗎?你不是神科 是的,我是曾經做過的 我記得當時做移科的時候 那個環境 那些兒童雖然患病 但是相對輕鬆相對開心 我記得可以跟他們玩 有一些遊戲的時間 遊戲區 但是說到今次第五波疫情 不少兒童感染 當中也有不少危急重症 Patrick,我想問問你 在今時今日這個移科隔離病房的情況 究竟是怎樣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想像 必須跟大家說 其實Silly,你知道我認識了你很久 其實移科病房一直都這麼開心 到疫情階段都仍然這麼開心 不過大家知道 一向移科病房 大家沒有那麼緊張 有些突然之間急性爆發的感染 突然之間這次那個新冠病毒爆發 令到我們突然想起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 剛剛畢業沒多久 就遇到SARS 那時候大家都很害怕 那這次其實有點遲 當突然之間有一個新的病毒來到 大家都很緊張 不知道那個病毒的殺傷力有多強 就算醫務人員 其實都很害怕會傳染了 給自己身邊的朋友和家人 所以當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其實病房充滿了很大的壓力 大家都很小心 也都很害怕中間 收了那些病人進來 不知道他的進展 我想比較特別的那個體驗就是 其實很多在早期進來病房的小朋友 其實家長和小朋友本身 都是很不安和很害怕的 對 絕對明白 我們看新聞 或者看電視的時候 會見到可能普通急症室 或者是後診的大堂那裡 都會有很多病人 那在移科的病房裡面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情況 多人到要睡走廊 會不會有這些情況 你說得很對 Karen 其實Sidney就應該很清楚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馬里院裡面做 其實就頭四波 眨眼都經過了一整兩年 是 最初其實我們在醫管局裡面 就和很多我們前線的戰友 一起很努力在隔離病房那裡工作 眨眼其實頭兩年 我們都處理了一千多個個案 中間其實都有很多個案是嚴重的 不過大體上我很好運 小朋友的復原能力非常好 所以頭幾波其實是沒有見到 那些急症室那裡這麼嚴重的災情 去到第五波就很不同 大家都記得其實第五波的時候 在很多不同的醫院 其實急症室爆炮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晚上的同事當值 因為急症室太忙了 所以就為了要幫忙 我們自己的同事都不回家 就特地到急症室那裡 就幫忙看一些發燒的小朋友 希望就穩定那些盡快讓他回家 那家長就不用說了 我還記得那時候晚上的 其實很多朋友 包括了因為我自己又在社區那裡 有幫有些社區組織幫了手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同事和家長 晚上都會打電話找我的 因為其實他突然之間知道 那個小朋友感染了 但是又不放心 也都沒有辦法帶他去醫院 其實那一刻的焦慮非常大 很明白 絕對 但是見那麼多的症 在那裡 可能家長有情緒說不穩定 或者見到那些小朋友 真的會不會從死門關的 拉他出來 有沒有一些很深刻的個案 其實你自己都很動容 有的 其實一想就整個兩年了 我還記得 大家記得新冠病毒在香港爆發 兩年多之前 那時候差不多農曆新年之後 我們最初聽到武漢說 是這麼誇張的 就是這麼像以前沙士 對 但是誰知道眨眼 農曆新年一過之後 就在香港開始有感染 最初其實我們處理第一批 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小朋友 其實是在日本那邊傳回來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剛剛開始 我就有婚進去隔離病房那裡 照顧小朋友 煎煎煎煎煎煎 那時候其實要重新再熟習 可能很多年都沒有做得這麼認真的洗手 穿我們那些消毒的衣物 要做得很好的準備 我們要互相監察 其實進去看見那些小朋友 其實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後來我有機會 跟家長一邊溝通 其實覺得家長更害怕 因為最初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全家一起感染 但是家長可能隔離了 去不同的大人病房 甚至第二間醫院 所以中間其實跟家長的溝通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還記得最開心的那次 我那時候很早期照顧了那個妹妹 是跆拳道高手來的 我在那個隔離病房外面那個消毒的範圍 在那裡穿衣服 在檢查自己 怎樣的見她在那裡玩跆拳道 在那個病房 腳直接踢到肩膀那裡 誰知道那個妹妹就處得比較久 我都鼓勵她要多點做運動 她每天就在那裡練習 到她出院那一刻 她居然特意叫我去病房 想跟我聊聊天 原來她跟我說 醫生你放心 你照顧了我這麼久 將來在街上你見到我 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那一刻其實心裡很甜 那種開心和那種滿足的感覺 就回來了 Patrick 我想問一問你 我記得做兒科 其中一樣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除了醫治的小朋友 就是要見家長 跟家長解釋得很清楚 溝通 各樣東西都很重要 沒錯 當時你跟家長 即是說一些病 和那個忽然間突然而來的感染 甚至乎是有些是病重的 家長的情緒是怎樣的呢 都挺困難的 因為特別你知道 在新冠病毒爆發有不同的階段 在最初的階段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我還記得當時輾轉 因為我教會有些朋友 又認識有些家長 那我就特意跟家長 詳細說一說中間的小朋友 那些可能的進展 但是因為City你都明白 因為最初其實 我們都不是很肯定 之後的場子會怎樣 沒錯沒錯 好像沒有絕石頭角河 那每天就緊密地跟家長溝通 不過慢慢的經驗多了 那就來到第五波 剛剛今年二三月 新延之後爆得很厲害 那段時間 我們的把握大了一點 因為其實都開始掌握到 那個病毒的特性 特別你知道 新這個變種病毒Omicron 我們約略都其實知道 它的那個進展會怎樣 所以那一下 雖然是很多小朋友感染 但是因為我們可以 有一個準確一點的評估 所以比較輕微或者穩定的個案 我想我們都可以 成功地幫助家長 讓他早一點在家裡 進不到醫院的時候 都可以做多些準備 其實我都很認同 其實尤其是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都有跟葉柏強醫生你 聊過天 我都感覺到 越來越有信心的事情 除了說在病房裡面 你經常跟家長接觸 我知道你在第五波疫情 都有出到這個疫苗接種中心 幫忙接種疫苗 你都跟很多家長聊過天 在當中我知道 都有一些很難忘的經歷 我們一起去看看 其實在這個年紀 我去過很多不同的疫苗中心幫忙 當然包括了香港大學 我們自己有不同的疫苗中心 也有去兒童醫院 甚至去學校 包括幼稚園 有些外展隊一起去那裡幫忙打針 去到疫苗中心打針很開心 因為除了有機會看到 我最喜歡的小朋友之外 也有機會跟不同的老人家聊天 多數是因為市民去到疫苗中心 都是戰戰兢兢的 很多事情擔心 很多機會跟他們解釋清楚 到底打疫苗 有甚麼需要擔心的地方 到底個別的市民 適合打疫苗 我看到老人家剛才打完針 很開心 是啊 謝謝 一起去 打疫苗完全不同 其實真的完全不覺得 多數是在旁邊陪著市民 就幫他做身體檢查 讓他可以休息 有時可能打完針 我們看到有些頭暈 叫做迷走神經反應 可能心跳慢了些 讓他休息一會 多數就可以康復 就沒事了 我想幼稚園中心的經歷 很有趣 我見過很多大人 很健碩 但是打針之前 就害怕到他就捉住我 他說醫生 我很小膽 打針的時候 不知道你可否在旁邊陪著我 如果可以在旁邊陪著大人打針 令他打得順利一點、開心一點 我有一些都不介意 最近因為有很多感染 第五波 其實今年2月左右開始爆發之後 我在疫苗中心很有趣 很多感染組的市民 偷偷雞走到疫苗中心 甚至我見過那些拿著測試棒 快速測試陽性的人 走來問我們怎麼辦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本來我們應該有一個 比較好的醫療支援系統 去聽市民的電話 去跟市民溝通 讓他們知道 中了招之後 應該怎麼處理 又或者中了招之後 能不能接種疫苗 所以難得有時候在疫苗中心 如果真的遇到 比較困難的情況 我們通常一班醫務人員 包括了我自己 都會盡力幫忙 令市民可以安心一點 現在連60歲以下都可以開始打電視診 太好了 出門就不要管它太累了 我想過幾天就會很快沒事了 好… 我們之前在香港做的本土研究 其實就幫了世界各地 知道了疫苗的小心地 在香港大學的時候 很快跟政府談過之後 就馬上調空了這個疫苗堂 做了一個新的疫苗中心 因為其實老人家和小朋友 那個疫苗接種率 都只不過是去到 大概七成多到八成度 我們其實很擔心 因為新冠疫情的轉變很快 當現在慢慢我們很鼓勵小朋友 盡快回學 也鼓勵大家市民多些做運動 多一些社交接觸之後 其實我們也預計了很快 也有機會再有爆發 再有感染 我覺得感受良多 因為我除了自己在陸友堂這裡長大 讀醫一直在中間考試 經歷過很多很特別的認識之外 其實陸友堂對上一次用來做醫療中心 就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人佔命在香港的時候 經歷了這麼長的時間 在香港這麼多變遷之後 難得我自己在香港大學畢業 也有機會在陸友堂 再做一個醫療中心 可以一起來幫忙 陸友堂這個疫苗中心 就是最後一個週末 過了這兩天 就開始完成它的生命 有機會在中心館一起幫忙 其實我沒有當作一個工作 甚至中間可以當作一個樂趣 又或者一起參與 在抗疫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一直在疫情當中 有不同的崗位去幫忙 Patrick 剛才看到這段影片 在陸友堂 最後一個週末 你說是吧 那個疫苗接種中心 最後一個週末 當日我在現場 是嗎 是啊 不過我看到你很忙碌 所以我沒有來跟你打招呼 OK 但我記得那天 其實是星期六下午 沒錯 是吧 你很忙碌 我沒有跟你打招呼 但是我們平時也要做巡訪 看診 做研究 星期六下午 你都好像很忙碌 是 我想問一問你 你身邊的人有沒有跟你說 你都要看著你自己 是 不過沒辦法 Sidy 你知道 有時有些醫生是這樣的 是 我們這些性格 其實是八卦 很想做自己有興趣的事 是 我想在疫情當中 其實我們真的覺得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做到 有些出一分力的工作 特別是第五波爆的時候 因為感染都太厲害了 我們看到老人家很多都還沒打針 其實當時無論外展隊也好 又或者一些公眾教育也好 其實我們很想出多分力 是 所以如果這麼難得 在陸友堂 大家有很多美好回憶的地方 是 可以真的一起參與 去幫一幫我們的小朋友 和老人家打針 我覺得很開心 絕對同意 所以我剛才聽到你說 你說是落在其中 是 但如果說到最忙 其實第五波全部 不止第五波 其實整個疫情 全部醫護人員都很忙 沒錯 又調來調去 很多前線的幫忙 追忙的時候 大概會是怎麼忙 很有趣 因為你知道 我自己本身是做醫科的 但其實我一直 這麼多年醫科的經驗 我看到其實單單在醫院裡面 特別好像在瑪莉醫院 有些處理最複雜病症的地方 其實很重要的 教學也很重要 但是幫到的人有限的 所以其實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自己有一個比較壞的例子 除了早上可能七八點 就準備要去巡房 但是巡員房 晚上我就跟社工一起開會 就想一想 怎樣可以設計好的玩具 還有一些網上 我們叫做刺激性的課程 去在疫情當中 送給幼稚園和學生 所以其實當時透過 有一些賽馬會的計劃 疫情當中 其實我們開展了一些新計劃 就等了一些小朋友 停課的時候 都繼續可以在家裡學習 所以其實除了診治方面 其實你的腦子是不斷在餵小朋友 那張書和整班社工 我特別是汪小和群一會 他們到十一、二點都還在聊天 其實這個工作態度 或者其實是你的生活 為什麼會形成 是否跟你的家人有關 還是你的成長背景有關 我自己其實是一個 對腦科研究特別有興趣的醫生 所以我一向都理解 也都相信 其實小朋友最早期的老婆的成長 對於她的性格 或者她之後的處事的方式 都很大影響 我想一定有影響 因為其實小時候 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基層的環境長大 我媽媽很愛惜我們的 也有很好的爸爸 其實一很開心就一直長大 不過可能有個比較特別的經驗 其實我八歲的時候 我媽媽因為意外過了身 那時候因為遇到一些特別的情況 腦出血 在馬力醫院 很突然 一兩天左右就過了身 我想那次對於我的印象很深刻 不過我那時候特別感覺到 原來好的醫院 或者有些好的醫生 出到一分力 可以救到一些病人 明白了 其實那個影響很大 明白了 那我想其實無論你 或者Sydney也一樣 在很繁忙的工作當中 照顧病人 甚至當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這個壓力 和生活是有一個平衡的 我知道我和你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怎樣抗硬的方法 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啊 我其實最喜歡行山 踢球 不過就越來越難 可以約到人一起踢球 但是行山 盡量就到朋友 也會走 不過自己 最容易就跑步 所以我如果行 每天都盡量跑步 如果日後忙 就晚上在醫院附近跑 那如果放假有時間 就下來灣仔這裡跑步 我想是每一個爸爸媽媽 特別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這個生活節奏 亂了很多 剛剛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很早已經在醫院裡 幫忙照顧那些 感染了疫情的小朋友 壓力很大 無論我們自己 看到小朋友和家長 其實大家都很不開心 也還沒看得到 疫情到底何時可以完結 我們很努力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何時可以重新 恢復一個新的生活 所以中間 其實那種無力的感覺 無日無之都在 在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香港人 包括我自己的同事 壓力很大 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又少跟別人聊天 朋友又沒有見面 連出家吃頓飯的機會 都少了很多 所以這個時間 我自己覺得 更加應該爭取時間多做運動 我自己覺得做運動 其實是減壓一個最好的方法 每次我個人比較累 特別個人壓力大 做些事情 開始覺得有點阻濟 不順暢 其實跑一步就開心很多 灣仔這個地方我特別喜歡 因為剛剛可以看著中環 金鐘 其實從小到大 我經常都經過 看著那些地方的變化 特別在維多利亞港 永遠都是充滿活力的地方 Patrick 我知道 今次疫情 你都跟進了不少感染 新冠兒童他們的 復康的情況 是 當中我知道 你亦都是計劃 一個兒童長新冠的 一個研究計劃 是嗎 沒錯 其實因為今次新冠病毒 直接影響到 我們很多小朋友身體的健康 同時間也都影響更加多 在社區小朋友的精神健康 所以其實疫情爆發 早期 我們已經跟進了 有差不多三萬個家庭 長期的小朋友的發展 和行為 今次第五波之後 因為感染的個案多了很多 起碼都說有十幾二十萬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 透過我們學校的網絡 就一直開始追蹤感染了的小朋友 有些長期的後遺症 這些長期的後遺症 我知道不單是兒童 其實在成年人患新冠之後 亦都有不同的系統發生 沒錯 譬如在我自己的神科 亦都見到一些 患了萬聖神病的人 他們或者沒有神病 之後新冠之後 可能長期跟進 那個神功能 可能未必回到原本的水平 在兒童來說 譬如說不同的發展 是有什麼啟示 更加擔心 因為我自己對於小朋友的學習 很大的關注 其實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也聽過有一部分 可能文藝、臭角都會受到影響 是 我們發覺更加多小朋友 感染完之後 其實專注力差了 甚至影響到讀書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很希望 盡早做多些預防功夫 減低了他們長遠的後遺症的風險 是 甚至到他們的心理壓力 無論是小朋友、家長都是 是 學習那裡 尤其是再加起來 但他們也不太多時間 真的上實體課 是吧 雙重影響 其實我們一向都覺得 應該要小心一點 盡量將停課 變成我們抗疫其中最後的手段 不要太過長時間停課 否則小朋友的學習 特別跟家長的相處 和精神壓力 影響很大 是 絕對明白 在這裡都感受非常深 小朋友不上學 他們可能情緒也受影響 上學又有很多不適應的 葉柏強醫生是現任 香港移科醫學會會長 他2009年加入香港大學醫學院 當年來從事臨床工作 又培訓醫科學生 和進行兒童腦部發展研究 可能是因為一個不一樣的成長背景 造就了今天這位金貼地 又愛吃小朋友的移科醫生 又到了醫生與你的節目時間 今集有我Karen和Dr.Tan 為大家主持醫學人 剛剛看完大家的片段 就知道今集的嘉賓 繼續有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林藏夫教授 現任香港移科醫學會會長 葉柏強醫生Patrick 歡迎你葉醫生 Karen你好 City你好 你好Patrick 上一集的醫學人 Patrick還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在疫情期間 他參與不同的抗疫工作 種種不同的體驗 對我們做臨床的醫護人員 也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歷 也是 而且真的很敬佩每一位醫護人員 無論是多辛苦也好 很盡力地照顧病人 我知道葉醫生 其實你自小已經立志想做醫生 是不是 又不是很小的 我想是小學的階段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成長的環境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家中成長 其實爸爸媽媽很疼我們 我幾兄妹 其實小時候已經玩得很開心 雖然我們小時候 算是比較基層 而且還是住在一些公共屋邨的地方 但是完全沒有覺得有什麼缺乏 或者不開心的地方 不過可能去到 我早期的成長非常順利 去到我媽媽大概八歲 因為意外過了身 其實那段時間 我想對我的感受是很深的 那段時間我想有一個很強的感覺 我覺得原來可以幫得到有需要的家 特別如果有一些病人 你可以適時照顧到他 除了幫到病人 也能幫到他的家人 那時候開始 就對醫院 不知道為什麼 產生了一個莫名的好感 也都其實很喜歡 希望將來去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醫院那裡幫到有需要的病人 Petrick,我也跟你有些同感 我也是對醫院這個地方 有一個莫名的好感 經常都很喜歡去醫院 我還沒讀書的時候 也很喜歡去醫院參觀 我想問一問 其實我之前跟你說過 我也做過醫科醫生 不過我選擇離開醫科這個部門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很可愛 他們應該是一個很開心的環境 我真的不忍心看著他們的病、痛苦 尤其是那時候又要照顧一些 我們叫做不觸穴的Pram G 沒錯 又要跟他們打針 很小隻又不觸磅 所以我選擇離開 我想問你為什麼 你會選擇做醫科專科醫生 你覺得很適合 Sidney 因為其實做醫科醫生 除了細心之外 其實真的要花很多心思 譬如你剛才說過的早產BB 我記得晚上我們通訊 可以為了一個 可能是二十多周出生的 只有一隻手掌 四周很小 其實如果二十四周出生 只有一隻手掌 很久 可以健康成長 一隻手掌大小 我們晚上要幫他調點滴 要做急救 可能真的花一兩個小時 就是為了打鹽水針 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有些特別的 做醫科醫生當然要有耐性 不過就好像剛才Sidney你說的 但我覺得做醫科醫生 其實是一個享受 因為其實每天都看著 開心心的小朋友 我自己覺得 心裡最甜的時間 就是見到小朋友出院 很開心地跟我說 下次帶東西來請你吃 我就很開心 我認真的 通常他覆診不帶東西來請我吃 我就追到他吃 我就問他為何不帶給我吃 我也有一個很甜的經歷 想和你分享一下 好 我當時做醫科 有些小朋友 因為病的問題 在病房裡住了很久 跟他很熟悉 熟悉 你知道小小的小朋友 他一、兩歲 他知道你每天回來要做甚麼 在醫科你們 當然會推車 車上有看耳朵 看喉嚨 那些工具都在 不知為何 有一次那個小朋友 我進去 他已經知道 他自動去 醫生巡房 幫我一起推車 很有趣 我想問問你 你跟小朋友相處 在病房裡 你有甚麼法寶去哄他們 很有趣 我想Silly你也知道 其實做醫科 除了需要耐性之外 其實你需要一個大小孩 你自己本身也要一個小孩 你會投入他的世界 你會很有興趣知道 他最近在看甚麼交通片 他們最近流行甚麼 其實除了討論課題之外 我想也要了解小朋友 在不同的年紀 到底是需要甚麼關注 我想更加特別的地方 你知道做醫生 一直都說要理性 但我想做醫科醫生 其實是需要有一個感性的心 你真的需要感受到 小朋友可能病的時候的辛苦 你需要了解家長的需要 那個同理心 可能是特別強 但是因為 又很直接來說 因為我們也要面對 有些小朋友 有些很重的疾病 甚至有些有癌症病人的小朋友 很痛苦地面對 那些很困難的治療 所以在感性的過程當中 又要保持一個鎮定和理性 我想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功課 你覺得對 我記得當時 有時候的下午 不用去瞞診 自己有空 不如再去病房 跟小朋友去玩 聊聊天 看看他們 有時候小時候 那些姑娘會說 你學一下換片 留給你換 對 還要學餵奶 餵奶 沒錯 所以其實真的那個同心 跟你剛才所說一樣 要有那個同心 有個同理心 我想跟你小時候 真的那個經歷很有關係 我們一起看看葉醫生小時候 很特別的地方 小時候搬進來 在這個城區長大 我還記得 要自己買石油器 要下去叫石油器 然後就搬到家 小時候我還記得沒有熱水 那就要… 可能煲一大煲水 然後我很不喜歡 很不情願地 要倒下一個頭洗頭 不過眨眼還不是很大變化 早前聽聞 魚光村好像要拆了 遲些會重建 有些會重建的 上面是我小時候 經常會來玩的地方 我記得那次 我忘記了媽媽和爺爺 給我一點錢 去買雪條 我當時很喜歡吃紅豆雪條 所以很開心 跑下來這個士多裡買雪條 就行了 樓梯跟以前一樣 我小時候學業狀 都是在不同的場地 這裡就是我家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家裡養過雞 附近的鄰居很老朋友 我記得那時候 我經常去鄰居家裡看電視 以前沒有圍蘭 現在是否因為快要重建 以前呢?多做多為難 以前連那些電閘也沒有 其實那些樓梯全部互通 我們玩竹醫恩 就這麼多座 直海樓、海歐樓、白沙樓 走來走去 整個村子都玩竹醫恩 可以捉成大館也捉不到 因為廚房的倫理關係很接近 大家開著槍煮飯 就聞不到煮甚麼菜 有時如果家人還沒回來的時候 鄰居就會叫你進去吃點東西 所以倫理關係有很多應酬 好,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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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中秋節 和有些開心的時間 便有一群小朋友 在走廊走來走去 我們將蠟燭 全部貼在鐵欄裡 就像整晚開燭光會一樣 但小時候的生日很開心 我們單位很近 所以大家都沒有開著門 鐵閘也開著,走來走去 小時候是最開心的時間 你知道小時候因為沒甚麼煩惱 每天都會想有甚麼新奇事 可以一起玩 特別是在香港長大 有點漁村風格 我的鄰居也是一些比較基層的家庭 因為我當時家裡有孟姨、孟姨、孟姨 我們三兄弟姐妹 當時有七個人 大概住在四百尺地方 有些特別的 我記得當時小時候 把床常常要拆來拆去的時間 現在仍然是很好的回憶 一家人,我想最重要是大家生活得很親密 其實當時完全不覺得家裡有任何缺乏 我反而覺得很開心 我小時候喜歡叮噹的 非常希望我身邊有個叮噹好朋友 除了可以陪我一起玩之外 還有一個徐二門 一開就去哪裡都行 可以穿越時封,我可否去一些 我將來長大了的地方 看看我將來做什麼 又開始大一點,去到小學 可能我媽媽過身後 我當時想,如果叮噹在旁邊 可以開到一個徐二門 可以回到以前的日子 看回和媽媽一起開心的日子 又是當時的心意 所以我想小時候 很多漫畫公仔陪著我們成長 很有意思 看回葉醫生這段短片 我聽得最多的兩個字就是開心 看來童年對你來說 這個回憶的影響真的很深 會不會和這個回憶 和你近年特別關心 基層兒童的健康和發展 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我自己沒有特別想過 不過我想潛意識應該有些影響 因為我自己做了臨床工作很長時間 雖然我對研究很有興趣 但其實我更加喜歡做臨床工作 但在照顧小朋友和病人的過程當中 我非常看得到 其實早期小朋友的經驗 腦部發展 其實對他們之後的性格 和人生的興趣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例如會是怎樣 我們其實看到 大家都知道 其實香港我們有很多過度活躍的小朋友 我們叫專注力不足 可能需要調節身體 有些神經傳遞物質 令他們可能集中精神一點 但我們現在慢慢發現 其實早期的成長環境 特別是家庭的環境 對於過度活躍其實是很大的影響 我們其實現在慢慢 越來越多的體驗和證據看到 如果早期有一個很開心的童年 爸爸媽媽很愛惜小朋友 經常都花很多時間 跟他有很多高質素的親戚活動 一起做運動 一起看圖書 其實會令到小朋友的專注力 和我們的腦部 一部分的前業專注的發展 其實好了很多 簡單來說 其實連過度活躍的風險 都會因為那個環境的改變而減低 所以陪伴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常說做兒科醫生 照顧小朋友之餘 其實都是在幫助小朋友家長 甚至乎在幫助整個家庭 在這一方面你又有甚麼體會 我想那個體會很深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本來當我們見到一個病的小朋友 很多時候小朋友 自己不懂得說 自己有甚麼不舒服 我們要靠觀察 例如看看小朋友 到底平時的活動能力 會不會突然間低了很多 沒有胃口吃東西 甚至乒乒乓跳跳之餘 突然之間變得很傲鬥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 就是要留意他身邊的家人 因為其實當我們照顧一個 患病的小朋友的時候 同一個時間 其實也是照顧他的家人 因為我們會發現 爸爸媽媽通常 除了緊張小朋友之外 都會是情緒失控的 是 所以我想 瑞文你自己的親身經驗 你都知道 是 很認同 但是其實我知道 我們家長都有很多的學習 要去做 我知道葉醫生 你們都很積極地推廣 就是小朋友的成長 需要有甚麼元素 要怎樣研究 大家一起去參與 我們一起去看看 帶恐龍去看醫生的時候 恐龍在… 是呀 但是他在拉拉扯扯 不肯去看醫生 你們有沒有見過恐龍? 是嗎? 是嗎? 我過往的現在 病了那次 會否喝水 有甚麼症 我喝水 不會有甚麼症 是嗎? 是 過往這幾年 我們很幸運 可以有機會 跟我們社區內 有很多很有心的合作伙伴 特別是我們社福大 教育界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合作 有機會在小朋友 作為年紀小的時候 就盡早開始了 有些對小朋友的發展 最大幫助的支援 我自己其實 過往這幾年最緊張的 就是希望當小朋友 未發生有任何嚴重的問題 譬如未變瘁肥 譬如牙齒會破壞 未開始過度活躍 去到專設力很差 影響到讀書 而在合組的階段 令到家長成為我們 一個很好的合作伙伴 可以大大改善了 家長本身的親戚能力 令到他們更加留意 其實小朋友健康 原來有很多地方要小心 而且要做得更好 我們絕對歡迎 在深水埗區 我們近區的街坊也好 或者我們本身幼稚園中 很多親愛的家長和小朋友 可以多點上銀行館 我們有不同的活動可以一起玩 我們通過不同的計劃 去到一些比較基層的地區 令家長可以有比較適合的環境 讓小朋友多點玩的時間 更加重要是令到小時候的小朋友 可能是三、四歲開始 已經習慣了有一個很健康 還有一個充滿愛心的環境 讓無論是老師或是家長 可以很放心 讓小朋友來這裡開心心地學習 和去玩 我們更加鼓勵的 就是家長可以一起參與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說故事 跟小朋友一起做運動 甚至跟小朋友一起設計餐單 想想有甚麼好吃的食物 教訓我們哪些食物要均衡 而且每樣東西都要均衡 阿姨,你來吧,媽媽,你來吧 小朋友始終在面對這麼好奇的世界 他需要學習更多知識 我會帶他出去參加多點活動 我們發現原來在小朋友的階段 特別是在剛出生 零至八歲的階段 其實是我們的黃金時期 在初八年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個優質的成長環境 可以有一個令小朋友很健康 很有信心 去學習很多有趣的東西 跟家長一起探索他旁邊的環境 原來這些優質的家長參與活動 是在小朋友的成長階段 最能幫助小朋友的腦部發展 作為一個儀科醫生 我自己的心願 希望透過我們在醫學上的知識 特別是透過我們跟社區的聯繫 可以有些實際的數據 令家長明白 令公眾也知道當中的重要性 甚至令政府、我們的決策者 可以有更好的計劃 去改善我們下一代的健康和成長 醫生真是走入社區裡 真的可以更加明白 小朋友和家長的需要 同樣計劃是一個 集醫護教育和社福服務於一身的計劃 為了得到更多的研究數據 我知道Patrick 你會做一個追蹤性的研究 這個研究其實挺難做的 因為需要的時間比較長 你的團隊是怎樣堅持做這個研究 其實Silly知道 其實在醫學上我們有很多研究 其中有一些 譬如同樣計劃 其實我們是一個暫新的實驗性研究 將本身有些地區的學校和家長 分做不同的組 然後就看看我們有些親戚課程 可不可以幫到他 但要看到成效需要時間 所以真的要花很多功夫 可能要追蹤他10年、8年以上 看到最後的結果 但是是辛苦的 因為中間除了資源之外 要擺放很多心力 最重要是我們的團隊 要跟那些一起幫忙的家長 要有很緊密的關係 要保持密切聯絡 對 溝通很重要 是的 這些要長期追蹤的計劃 其實我想也很適合你自己的專業 即是老步發展 你剛才這麼說的這方面的研究 我知道你也很追心去做這件事 但時間這麼長 你如何去控制 例如剛才提到 有些資金、基金去支持這些研究項目 是… 如何去分配 我們沒有的 我們經常缺乏資源 所以大家同時就努力一點 要努力一點 亦希望跟政府 和很多相關有心的團體 一起攜手合作 當然很多時候都要靠朋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專業意見 有很多合作的夥伴 大家一起出心出來 我相信這是重要的 因為很多的研究項目 其實都是基於一個疾病 或者是基於一個法定的機制 但你的研究 其實是一個長期追蹤性的研究 是的 所以在這方面 如果大家可以多點關注 我相信日後會有一個好的成果 因為這些研究不容易做 你剛才知道 其實那個影響很大 譬如早期我們改善了 小朋友的運動量 減低肥胖 改善了營養 其實將來他的心臟病 血壓高、糖尿病的機會都小了 其實追蹤研究 就是你這個 就是很多不同的範疇 整體去看 或者去評估他的情況 但是研究當然要長時間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 已經看到一些觀察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分辨 是的 譬如剛才我們舉例 我們之前的五年 其實我們跟進了 創辦會同量計劃 在深水埗天蘇維倫兩個基層的地區 我們發覺做了一個親戚課程之後 那些基層的小朋友 其實學習能力改善了很多 過度活躍又少了 行為亦都進步了 他們現在剛剛就到了小學了 所以我們很想再去追蹤 他們長遠的時間 看看他們對健康 以及對他們整體的行為成長 那個幫助可以去到你大陸 還有另外一件事 其實很多家長近年 尤其是我們這個年紀的家長 是 就會很關注 會不會在ADHD方面 小朋友的研究 有甚麼發現 沒錯 因為專注力不足 其實我們發覺香港的小朋友 好像越來越普遍 我們知道 其實專注力不足 肯定是一個遺傳病 因為跟遺傳基因有關係 但是早期的環境改變 包括了小朋友有好的睡眠習慣 多做運動 減低過分使用電子產品 加上我們有很多新的藥物 其實都對處理 角度活躍症很有幫助 暫時我們看到很多新的進展 改善了個度活躍症之後 其實小朋友的學習 和長遠的行為都很大幫助 所以其實我想家長 都要像葉醫生所說 回歸基本步 給小朋友一個很正常的作息 然後飲食均衡 還有多陪他們多多 沒錯 謝謝葉醫生今天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謝謝Karen 謝謝City 謝謝 我們有多些有用的小提示 就可以以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集的醫學人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